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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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們把它拿回來以後呢 開始做修剪 修剪的方式呢 我隨便找一個 有刃條的 然後我們來做實驗 那這個呢 本身來講 它已經呢 這個還不是很明顯 找一個比較明顯的 這個測枝 字幕 李宗盛 你可以發現呢 有些地方已經開始在 長它的 嫩芽 那我們呢 就以隨便一柱 假設以這一個為基準 那我們來做一個 修剪的方式 那原則上來講呢 前面的花絮我們不要了 那我們就把它剪掉 那它上面也有花絮 我們也不要了 把它修掉 把它的花絮都修掉 那 留下它的葉子 那 它這個小的地方呢 葉跟葉之間呢 你會發現 它已經開始長嫩芽了 OK 那我們就 以這個地方呢 它有長嫩芽的地方為基準 那我們來做 所謂的 胚子 那 我正常來講 假設我們留了一個節點 OK 我們就從下面這個為一個節點 也就是它 這邊也有嫩芽的部分 那我們原則上就是 一節兩節 兩節左右 假設我們留兩節 那原則上 我第一個 我們實驗的是 以兩節為基準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 一個實驗的東西 就是以兩節的 這個東西 來做嵌插 那嵌插的時候呢 很簡單 還是一樣呢 我們是用所謂的 三針盆 然後三針盆呢 它一樣是 土壤壓實 那這一次的方式呢 壓實以後呢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要 挖一個坑道 讓這個東西能夠埋進去 那原則上呢 你挖的時候呢 不用挖得很深 那原則上我埋的時候是 埋在這一節的下面 然後上面呢 我們在 護上薄薄的一層土 那這個護上去的地方呢 呃 也就是這個 小節點呢 我現在是讓它 呃在上面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那這樣的話呢 等於是希望它在這邊 發芽出來 那原則上呢 我們 一個盆子裡面 我會剪的三個 那我們就隨便在找幾株呢 來做一些千叉囉 我們隨便 剪個幾株 來做個千叉 那這個也是一樣 從上面這個節點 剪掉 那這個下面 雖然還沒有長出來 那我們都可以做一下 實驗 那反正呢 你可以找那個 稍微強壯一點的 呃 來做千叉 那 當然最好是 不要太過 太老 呃 因為你太老的話 有一個問題是 它有可能就長不出來 那 你可以稍微顯 稍微年輕力壯的 呃 來做千叉 那這個東西呢 呃 也沒有說 一定 可以成功 或者一定會失敗 那這個完全是在 再起決於說 你在種植的時候 呃 有沒有好好的去照顧它 那現在我原則上呢 是 千叉 三珠 來做實驗 那它雖然是靠旁邊呢 它的 所有生長點 都在正中點的地方 那我們把它 呃 再鋪上薄薄的一層土 那這樣就OK了 OK以後呢 我們給它 把它塗給 呃整個 石頭 OK 這樣就是 一個千叉的過程 那千叉完了以後呢 我們正常來講 我們要用一個 標籤紙 呃來標籤 一下 它本身的 呃 植栽的時間 那 標好了以後 啊 已經貼紙二葉以後 你標好以後 再把這個標籤呢 貼上去 那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今天 所謂的仙草的千叉 實驗的第一次 OK